请到的是雪霸国家公园下雪了 海拔大约3150公尺的雪霸369山庄 在21号上午8点多 气温大约是1到2度的时候 天空中突然降下了冰线 没有多久就转变成了片片雪花 整个山头变成了阴白世界非常的美丽 而雪霸国家公园管理处就表示了 雪山圈谷积雪大约是15公分 但是要进行扎营雪地的训练 积雪必须要达到30公分以上 因此呢山友还是要回到369山庄住宿 上山的山友一定要做好保暖措施 准备盐盔钉爪还有冰斧等 雪地三宝确保安全 眼前一片白茫茫片片雪花 还不停从天空落下 雪霸国家公园369山庄 变成一片银白色世界 让山庄内的游客相当惊喜 21号上午8点多 海拔约3150公尺的369山庄 气温约1到2度 加上水气充足 天空降下冰线过没多久 变成片片雪花 水气比较充足 今天早上就开始又下冰线或下雪 雪霸管理处表示 根据气象报告预测 最近这几天的天气都是湿冷形态 提醒山友上山得做好保暖措施 不过目前降下的积雪 还未达到进行 扎营雪地训练的30公分 因此山友还是要回到369山庄住宿 30公分以上才提供在千古扎营来做雪训 目前因为在15公分左右 所以雪训的一些队伍 希望大家还是住山屋 然后做一些一般性的训练就可以了 除了保暖之外 山友也得确实检查 携带盐盘冰爪和冰符等雪地三保 以确保登山安全 吉尔章世界没有立即采访报道